欢迎大家 感谢大家一直在跟这个课程 让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持续统一 希望大家把持续两个字 画下来当成一个重点 为什么要加上持续两个字 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 为什么不行 我们要跟大家讲 经营和管理是一个长线的过程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你不可能这个月完成目标了 下个月就不工作了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一地的 追求的是一直的动态的统一 动态的统一这个意思 这节课呢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讲的是 如何让员工更有干劲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否能理解 今天我们这堂课的学习目标 是理解 以及知道从哪开始解决 让员工更有干劲的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一个本质问题 同学们理解吗 如果理解 请给我回复 你要明确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学习目标 如何让员工更有干劲 以及如何让好员工持续有干劲 如何让好员工持续有干劲 如何让员工持续有干劲 这个意思 今天的课程咱们就解决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来到我的团队怎么会有干劲 其次在我的团队怎么能够一直有干劲 就讨论这一个问题 就理解这一个问题 OK 那我们本堂课的授课重点呢 是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全面的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就是我们再也不要简单粗暴的认为 员工在我这干着开心 就是因为赚钱多 千万不要再这么想问题了 不要以为员工在你这薪水高 你给奖金他就愿意干 他就开心 要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要学会让每个员工都能知道团队目标 都能知道这个组织目标 第三个 我们要做到的是通过团队目标实现个人目标 所以个人目标要清楚 个人目标清楚 汇总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目标 团队目标实现了 又能满足个人目标的需求 这是这么一个闭环 所以管理永远是一个永续的闭环 大家去系统的去理解这件事 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工作中 当我们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有可能是这样的 员工不知道自己的个人目标 所以他干什么都不愿意干 他觉得多少都无所谓 你给我高一点工资 少一点工资都无所谓 可能是他没有个人目标 你要这么去分析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员工太愿意为自己干了 一提到团队他就不愿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团队目标 还有一个是 这两者没有联系起来 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那我们每一次学习管理常识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你能够在下一次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 团队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能清楚是哪出了问题 这个才是学习的目的 所以大家知道吗 真正的工作能力首先是定义问题 我们大部分情况下 你积累的知识已经足够让你解决问题了 但是很多时候你之所以解决不了问题 是因为你不知道问题在哪 你定义问题定义错了 定义问题定义错了 这个是要跟大家明白的 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记下来 定义问题定义错了 我来讲两个案例 咱们一起来进入今天这个课程的角色 我来讲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面试了一个员工 这个员工是一个92年的小女生 92年 她来到我这面试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轮面试了 当时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 我说你今年来到我们公司 你最想在这实现什么目标 或者说今年在我们公司 干到什么程度你会特别开心 她说我今年在咱们公司 能够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 我今年就想在咱们行业好好干 我今年就希望在教育培训行业扎根下去 深度的工作下去 你看这是她说的 我说你今年有什么目标 你今年干到什么程度会比较满意 她给了我这样的回答 我当时就跟她讲 我说你跟我说点实话 你到底想要什么 今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会让你很满意 大家记住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写下这个问题 今年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会让你很满意 这个问题你可以经常问员工 面试也好 日常交流也好 今年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你会很满意 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 今年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你会很满意 今年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你会很满意 这个问题要经常问 要经常问 要经常提醒我们的员工 这要达成共识的 这个要达成共识的 今年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你会很满意 然后这个员工跟我说什么呢 这个面试的小女生 他这样跟我说的 他说川总 那我告诉你实话 我今年希望再攒七万块钱 我今年希望再攒七万块钱 我说为什么呀 我说这个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个人目标 一看就说实话了 为什么要再攒七万块钱呢 他说我老家在河北的太行山区 然后呢我每次回家 我都要七八个小时 我说河北要这么远了 他说对的 我们在山区里面特别难走 要七八个小时 我要先到县城再回老家 七八个小时 然后我希望给我老妈 在县城买一个小房子 我问了一下 那个首付款是十九万 大家听一下 首付款是十九万 我已经攒了十二万 我今年如果再攒七万块钱 我今年如果再攒七万块钱 我就能去交这个首付了 这样的话 我就能给我妈买一个小房子 我就能每一次回家的时候 只有三四个小时 然后我能把我的母亲 接到县城里去住 大家听一下 这个是一个特别清楚的 明确的个人目标 只有这样的个人目标 才会有真正的动力 什么样的目标会没有动力呢 比如说升职加薪 我今年特别希望升职加薪 升职加薪是你的想法 升职加薪是你的一个期待 但是升职多少加薪多少 一定要定清楚 你才会有真正奋斗的动力 因为你的评价体系会很清楚 这个能理解吗 所以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的是 哎呀我们去旅行吧 一说你喜欢干嘛 我喜欢旅行 我们去旅行吧 然后去哪呢 不知道 每年都说想去旅行 每年哪都没去 最后每年都觉得 觉得自己很无聊 其实他能去的 但是他没去 因为他的目标定不下来 所以不要再讲 升职加薪这件事了 不要再讲升职加薪这件事了 大家要去真正的去抓到 目标是什么 一定要很清楚 个人目标 所以我问这个女生 我说你到底今年想要什么 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今年要在这个行业扎根 他说我今年希望再攒七万块钱 这是我今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只要这个实现了 我今年就会特别开心 这才是内心的动力 我们跟员工聊天的时候 关注员工下属的个人目标 要关注到这种程度 这是第一个案例 那接下来呢 我再讲第二个案例 这是我自己的案例 我在创业的前三年 现在是后三年 创业的前三年 我自己在很多专业能力上 我认为是很强的 但是呢 我在创业的前三年 连续三年优秀员工离职 年度优秀员工离职 确实很扎心 而且经常是什么呢 前一天颁奖 很开心 给大家发奖 喝酒 第二天醒酒了 员工说老板我已经想好了 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我 我觉得还是希望想再出去看看 连续三年 连续三年 对 就创业的前三年 优秀员工都离职了 这个对我的打击非常大 对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 我当时自己会以为 为什么我这么用心的去想 给你颁奖 给你设置奖励 还提拔你往前走 为什么你还要离开呢 究竟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人太不知足了 大家想象一下 真正的原因是这个 就是这句话 大家看看 看看这一段话 你有没有感同身受 或者你是否认同 如果认同 你可以点击 我下角的鼓掌按钮 我来看看有多少人 有这样的心力 心路历程 是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 自己对员工是很好的 我们希望给员工一些惊喜 给员工一些提升 给员工一些帮助 给员工一些关心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 知道吗 各位 有一段时间 我连续的跟员工下了班去喝酒 吃串 喝酒 唱歌 然后后来我听到一件事 说 哎呦 川总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很多时候 经常跟我们来在一起吃饭 他也挺不容易的 就是我听到了之后 不吃就笑了 这都是真实情况 当然我的团队 我很感激我的团队 我也很爱我的团队 但这是真实情况 就这样的 还有一个 再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我有一次给我的一个员工 送了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那本书特别好 我觉得那本书特别好 我觉得那个员工 特别需要这样的书 然后我就送给他了 结果这个员工和他的 另外一个同事 讲了一句话 是这样讲的 说 川总是不是 是觉得我哪做的不好啊 他为什么送我一本书啊 他是希望我提升吗 他是不是觉得 我在这方面表现的不好 是不是我在这方面有问题 我当时也觉得压力好大呀 大家能理解吧 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管理课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是有感同身受的 我已经走出来了 已经早早的远远的走出来了 但是曾经就是发生了 一件又一件这样的 特别让人不知道因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什么的事 送员工一本书 员工会认为 这本书是因为他某方面做的不好 才送他一本书啊 所以我们经常一厢情愿的对员工好 但本质上我们也不一定是针对员工好 我们却很少了解员工最想要什么 其实就是你多问问他 他想要什么 你要去引导他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你问他想要什么 他肯定都会说 我觉得我也没想明白 差不多就行吧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你问员工 他想要什么 他不知道呢 因为定目标这个能力太难了 大家知道吗 定目标是一个高级能力 定目标不是一个普通能力 同学们在评论区写下这句话 叫定目标是一项高级能力 这个绝对不是普通能力 你让普通人定目标的话 他就能管理自己了 只有能够自我管理的人才能定目标 很多员工定不了目标 是因为你要帮他定目标 比如说员工说 我今年希望攒七万块钱 你要问问他 如果攒六万你能接受吗 如果攒八万 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吗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啊 这是我们做领导该做的 就刚刚这两句话 员工说希望攒七万块钱 你要问他 如果攒六万你能接受吗 如果攒八万 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吗 这个意思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沟通 所以很多时候员工说 不知道想要什么 这个太对了 一定是这样的 他如果知道想要什么 他不需要你管了 他的自我管理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对 你看我们静威 我们同事静威就说嘛 他说他想要晋升到资深经理 因为这个资深经理的这个评价标准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相信你还静威 你一定能够成为资深经理 而且就是时间问题 而且就会在几个月之内 一定会的 放心吧 你不仅是资深经理 你还早着呢 你还会成为更牛的人 所以大家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跟员工啊 真正要关心的是 他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帮他梳理目标 不断的去调整 来我们继续往下 举个例子 公司的领导跟员工之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领导喜欢这么说话 今年我们要做大成为行业第一 领导喜欢站在比较高的高度上去说话 员工呢 喜欢想这样的事情 今年要给家人换个大房子 这是员工的想法 领导的想法是 今年我们要做大成为行业第一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视角 谁对谁错 没有人对 没有人错 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员工想的不对 也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想的对 谢谢后德载物的鼓励 因为我们实际上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这么讲 可能会有一些大公司的同事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认为 不太符合大公司的实际情况 确实啊 各种公司都有各种公司的这个情况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这就是一种说话 这就是两个人不站在一个角度 所以其实是这样说话的 今年我们要做大成为行业第一 只要成为行业第一 只要你完成你的个人目标 你就能给家人换个大房子 是这样的沟通方式 这就是把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 不要只强调组织目标忽略员工的个人目标 也不要无谓的只是纵容员工的个人目标 然后忘掉了组织目标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的第一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我们现在有空心菜同学 我拿你的这个话简单再延伸一下 他说在大公司十年能晋升到经理就很牛了 我来多讲一点 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走心 这段话 这段话是一个 是我个人的理解 当然不代表别的 也不代表我的课程 我认为在小公司是小财大用 小公司通常都是大的行业 大的公司 大的平台筛剩下的人 来到小公司能有就不错了 小公司很少有高起点的人 所以小公司都是小财大用 就是这个人不太行 但是反而给了他很多负担 给了他很多目标 给了他很多宽泛的这个工作内容 是不是呀 小公司往往没有规范 小公司往往没有明确的工作要求 小公司没有流程 小公司上下级之间也不清楚 晋升也不清楚 回报也不清楚 对吧 这个意思 小公司是小财大用 大公司是大财小用 什么意思呢 都是名校毕业 削尖了脑尖去进入大公司 大平台大行业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一进到大公司十年 不说这个人废了 他十年的晋升也是很慢的 因为在大公司 你想要做得更好 不需要 因为有规范的流程 有标准的职责 不需要你操更多的心 所以大家在进大公司的时候 最多说的两个字叫稳定 对不对 我们觉得待遇好稳定 你见过有多少人进大公司的时候 他会说大公司的发展空间大 我们在毕业的时候 大学毕业的时候 有多少同学是这样聊天的 大公司的发展空间大 没有人这么说吧 都会说大公司的福利待遇好 对不对 规范 平台大 很少有人会确定的说 大公司的发展空间大 大公司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所以大公司往往是大财小用 小公司是小财大用 如果 不多说了 这一块涉及到人才流动 不多讲了 就讲到这儿 好 回归正题 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在大公司很多时候是因为 你的目标就很简单 所以你想变得更优秀 也很难 因为公司不会给你更大的目标 他会把目标拆碎了给每一个人 你的目标就不大 所以你也不可能做得更快 就这个意思 理解就可以了 到这儿了 当然不完全是 我就是从大公司出来的 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员工的个人目标 我们认为包括四个项线 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大家看一下 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包括个人发展和本职工作 个人发展和本职工作 个人发展其实是和工作本身的内容不相关的 但是和你的成长相关的 和你未来的规划相关的 这个意思 我们看看这四个项线 我们先看第一个 长期的本职工作的 月度目标 季度目标 年度目标 这是长期的本职工作的 我们认为一个月就已经是长期目标了 因为在职场的一些招聘网站上 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潜规则是这样的 一个员工平均一个月想离职一次 一个员工平均一个月想离职一次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真相 所以一个月之内他如果干的不爽 他可能就已经动了念头了 但是他可能会忍个三五次 一忍一年过去了 所以平均是一到两年 12个月到24个月跳槽 跳槽是最多的 12个月到24个月 当然这部分人的跳槽 在很大程度上也淹没了他的机会 往往是短期收益是OK的 长期收益是不好的 因为你会发现 真正优秀的人都是在一个平台干了很久的 这个也很有意思 长期目标 月度目标就已经是长期目标了 季度目标年度目标 短期的本职工作是每周每日和每时 每周要想清楚目标 每日每时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 至少要写周报 最好写日报 流程要管理到每时 同学们不要觉得这个难 至少要写周报 最好写日报 流程要管理到每小时 一个员工一天最多八小时工作日 这还得是比较高效的 很多时候都是浪费掉的 八小时工作日 他真正把时间花在和用户沟通上高质量交流上的时间非常少 所以如果你不能做小时化的管理 很多新员工是很难进入一个岗位的 成为一个岗位的优秀人才的 再往下看一下员工的个人目标 个人发展的和长期目标 这块这样的 他的职位的晋升 这是一个长期目标 他的职业梦想 就是我想在这个行业里边 我的榜样是谁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叫职业梦想 我家庭的规划 比如说三年之内我希望买个房子 五年之内我希望有什么什么 这个意思 这叫家庭规划 个人发展的短期的 业余爱好 生活需求 比如说我下个月想换个房子 我想重新租个房子 这种生活需求 我想改变一点房租 社交需求 我喜欢请客吃饭啊等等 这些等等 这都是你要理解员工的 大家拿着这四个向线 拿着这四个向线 慢慢慢慢你就对员工 会有非常精准的判断了 我们同事啊 我们的负责人 有的时候会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川总 你看得太准了 这个人就像你判断的那样 又是符合你当初面试的时候的 那个判断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人的底层素质和态度 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 一不留神 他就暴露出了 他当时的那个 最本质的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工作上 他一定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吗 你识人用人 对人的理解 是一个长线的过程 不要觉得听完这一节课 你就会看人了 但是你要按照 这些向线去理解 你一定对人的理解 是越来越深的 好吧同学们 这个我就过去了啊 还有一种情况 员工的实际需求 这一块 我们再按照 四个层次 去理解 员工的需求 大家可以去跟员工聊聊 我今天下午啊 我今天下午面试了 四个人还是五个人 我忘了 四五个人吧 今天下午面试了四五个人 好像是四个人 电话面试 每个人半个小时 四个人 两个小时 对 净时间两个小时 在不算备课的时间 过程中再加上 对这个人的了解 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都会问一个问题 大家听一下这一块 我今天晚上会稍微 讲多一点 我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未来两年 你未来两年 最想达成的一个 收入目标是多少 未来两年 你最想达成的一个 收入目标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问题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数 都会告诉我 大概大概多少 我又跟他讲了 我说 那未来五年 如果达成这个数 你会怎么看 大家听一下 有一个小孩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未来两年 你希望能达成多少 同学们听一下 他说他未来两年 希望达成的数 未来两年 希望达成的数是两万 二十五K 来听一下 二十五K 我说好 那你现在入职 你进入到我们公司 你希望能拿到多少 他说 我希望能拿到十五到二十 十五到二十 然后两年以后 我能达到二十五 我说在小公司 这个速度其实不快 这小公司 这个速度其实不快 但是我问你 再问你一个问题 五年以后 如果让你达到五十 你怎么看 你有没有想过 同学们听到这个问题了吗 五年以后 让你达到五十 你有没有想过 结果这个人没想过 他完全没想过 他甚至都没和别人交流过 大家知道吗 员工最常见的一种状态 是什么呢 这个我在我们公司的员工里面 也会出现 员工最常见的一种状态是 对短期目标是严重高估的 对长期目标是严重低估的 他特别高估自己短期的能力 特别低估自己长期的能力 所以面试的时候 入职的时候 他永远是担心自己赚少了 然后长期的时候 一谈到长期发展 他永远是用现在的方法去判断 就是我只要达到现在这个数 我就挺满足了 我也不希望以后要多少 大家知道吗 员工永远是对短期收入高估 对长期收入低估 就这个意思 特别有意思 你不信你去观察 你去问吧 所以我们作为公司 我们要找到那些能够持续进步的人 帮助他们一接一接一接的往上走 一接一接的往上走 我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公司目前为止 打业务的团队负责人 打业务的团队负责人 这里面因为有我们的员工 我不介意去说这个 也没所谓 我们打业务的负责人 过去两年 过去两年 薪水至少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 打业务的负责人 然后好的翻三倍四倍 这在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我也希望今天听课的助教们 听课的客户经理们 对这件事有信心 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不要低估你长期的持续的发展 不要总是在一道 然后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公司目前的这几个负责人 很少有人主动谈掌心 都是公司直接给他追加的 大家知道吗 这就是员工特别特别忽略的是 长期发展的潜力 长期发展的潜力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字塔 整个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人才需求金字塔 这是我们来画的 这个是我和我的法律顾问 我的法律顾问是给几百家创业公司 成长型公司 做股权分红设计的这么一个顾问 我来跟他讨论 我说人才大概有哪些需求 他给我的是这样的一个 保障型需求 发展型需求 事业型需求 使命型需求 大家看一下 保障型需求对应的是 一个员工他想要的是基本工资 一个员工他想要的是基本工资 发展型需求 员工想要的是奖金提成 事业型需求 员工想要的是分红 员工想要的是长期的成果我要分享 使命型需求 员工希望根源 跟公司绑在一起 什么叫使命型需求呢 使命型需求 就是他这辈子就想把命放在这了 就是我就希望在这个行业深度的打拼下去 干十年干二十年 我要成为这个行业最资深的最牛的 干出事业也是最好的 这个意思 这是人才需求的金字塔 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觉一下 然后再去回头看你的员工 究竟处在哪个层面 究竟处在哪个层面 所以我们讲到这呢 跟大家讲了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为什么要全面理解呢 因为如果你希望员工有干劲 如果你希望员工的状态好 拥有个人目标 拥有明确的个人目标 七万块钱也好 换一辆车也好 生个孩子也好 这都是员工工作的根本的前提 咱们要把这件事弄明白 所以接下来我送给大家七个问题 大家可以认真看一下 这一块是重点了 这是具体的操作了 第一个问题可以和员工问 未来半年哪些能力希望得到提升 这个是针对员工的工作能力的问题 第二个 在个人收入方面 明年有哪些小目标 或者今年有哪些小目标 一定要具体 个人收入方面 比如说至少达到多少 有挑战的希望达到多少 这个意思至少有两方面 第三个 给未来三个月设计一个业绩里程碑 你认为多少合适 给未来三个月设计一个业绩里程碑 你认为多少合适 第四个 家庭生活方面 有哪些特别想改善的地方 比如说 想把父母接过来吗 孩子上学有要求吗 对不对 太太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礼物 就这个意思 有女朋友了吗 工作和这个家庭离得远吗 如果远的话 想不想住得近一点 这都叫改善的地方 你认为自己是否做好了 晋升一期的准备 是不是想提拔成干部 想带更大的团队吗 希望成为领导者吗 在咱们行业 你有自己明确的偶像吗 有自己明确的标杆吗 在咱们公司 有没有你特别认可的同事 想和他交流吗 有没有希望听到哪个人的分享 大家看一下这七个问题 这七个问题可以变成 你和员工访谈的提纲 大家看看这七个问题 能用得上吗 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这七个角度都可以去问 员工的个人目标 我在今年的开年的直播课的时候 讲过这件事 如何制定个人目标 我给了这么几个建议 个人目标可以分成四项 工作目标 生活目标 成长目标 其他目标 然后每一项都有三个目标 每一项都有三个目标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看看 这几个是我们根据这个员工的个人目标去做的一个规划 再结合前面这七个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七个问题 今天回去之后呢 希望大家能拿着这七个问题 去变成你的员工访谈的一个最基本的提纲 好吧 员工访谈的最基本的提纲 咱们现在在讲的都是如何全面的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你要用员工 你就得知道他想要什么 这叫投期所好 对不对 知己知彼 是吧 让员工和自己一条心 这个意思 OK 接着来我再讲一个题外话 这个其实也是管理学上非常基本的一个常识了 管理者的第一职责 我们反复在讲 今天就是我们整个这第一模块 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是给下属一个简单清晰有效的目标 来看看这句话 管理者的第一职责你可以什么都不管 但是你必须明确告诉下属他要做什么 这个意思 对 穆森说的非常好 就是你也要问问自己要什么 来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案例 首先我们看这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日报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新媒体编辑 我们的销售同事 我们的商务广告销售的同事 我们的课程销售的同事 都会有明确的工作日报要求 有了工作日报要求 他就知道自己每天要做什么 他就知道自己每天的目标和差距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家可以认真正的看一下这个模板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什么叫给下属一个清晰有效的目标 这样说话 我们之前在课程里面其实都有提到过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今年公司年会 我们安排一个大课唱环节 你从周华健 刘德华 李宗盛 罗大佑这四位国手中 找两首适合我们大课唱的歌 周五下班前发我 这叫给下属一个目标 你理解了员工的要什么 理解了员工的目标之后 你还要给他一个干事的理由 还要给他一个干事的理由 这是乔布斯的一个案例 如果卖出500台Mac电脑 每天电脑开机多花10秒 加起来每年要浪费3亿 至少相当于100个人的寿命 为什么要有这段话呢 是因为当年苹果电脑的开机速度特别慢 苹果手机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的 它一开始的操作系统特别慢 但是乔布斯直接和工程师讲的时候 工程师是不同意的 工程师不希望去改 工程师说我已经尽力了 然后乔布斯给他画了一道数学题 画完之后工程师直接就去改了 很快就提高了十几秒 苹果电脑从此整体的操作系统 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当然这里面有传奇演绎的色彩 但它其实是有效的 所以给员工目标 还要给员工理由 以及给员工流程 大家看一下 工作流程其实是员工最基本的目标 工作流程是员工最基本的目标 这就是假设你跟一个销售同事去沟通 你要给他一个基本流程 这个基本流程会让他每天的工作有条不紊 好 这块是我们稍微增加一点的内容 咱们往下走了 现在讲的都是 怎么能够全面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然后讲到这儿呢 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 管理要管理的是员工的本职工作目标 领导力是要激发他的长期目标 所以这是两种能力 第一种能力是管理能力 告诉他至少要做到什么程度 第二种能力是领导力 告诉他未来有什么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期待的 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的 这个意思 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知识点 让每个员工都知道团队目标 让每个员工都知道团队目标 咱们刚刚讲的是 全面的理解每个员工的目标 全面的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前面咱们的课程专门讲过这么一段话 对吧 绩效首先源于清晰的目标 所以你要让员工知道你的组织目标是什么 知道你的团队每天要做什么 这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责 这个图大家也肯定很熟悉了 一定是很熟悉了 所以现在大家再过一遍 再过一遍 为什么要关注目标 为什么要关注员工的目标 为什么要让员工知道团队的目标 咱们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来自于阿里巴巴 这个案例是支付宝早期的一个案例 很经典 在蚂蚁金服的这本书上 这个作者也是我的朋友 他说起初阿里巴巴的销售团队 坐在一间大办公室里 每当有人接到单 他座位旁边的灯就会闪烁 然后这个人会站起来 接受其他销售人员的鼓掌 在很多人看来 这种画面和互联网公司标榜的气质很违和 然而阿里巴巴其实是在用这种土办法 培养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大家看看 是不是灯一亮 大家就知道目标的进展了 是不是灯一亮 个人就会被整个组织看到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不仅仅是打鸡血 他更重要的是同步业绩的信息 能理解了吗 是同步我们距离目标还差多少 同步我们目前的业绩是多少 阿里巴巴可不是一个打鸡血的公司 他们是有非常明确的管理制度的 那现在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这样的案例 在你自己的公司 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方式去落地 同学们回答一下 你自己的公司 有没有可能用类似的方式去做一点事 如果可能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就是在你自己的公司 如果有类似的可以模仿的 你认为有什么是可以做的 我们自己的公司 现在是在微信群报业绩 只要有人承担 就会在微信群报业绩 然后也会有其他人给他故障 对员工的小创新进行实时奖励 OK 也很好啊 当然我更希望你对员工完成业绩做奖励 创新不太好评价 成果上墙 OK 比如说每日销售冠军上墙 有没有效 每日的销售冠军上墙 每周的销售冠军上墙 这都是最基本的吧 每日的销售冠军 每周的销售冠军上墙一定要大 你看啊 在部队里边有一个做法叫流动小红旗 是不是 流动红旗就这个意思 每周冠军上墙一定要非常非常大 一定要非常非常大 好 这不就是应用了吗 其实这个本质是让每个人都知道团队目标 每个人都知道进展 所以啊 优衣库的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的话 一个团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目标共享 让所有成员都清楚自己的团队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成果为标的 要想做到目标共享 就要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向成员传递 直到所有人都能理解 大家看一下第二段 要想做到目标共享 就要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传递 很多人还在追求管理的捷径 没有捷径 我见过的很多大老板和一些大的公司 他们在管理上是非常朴素的 没有那么多刻意而为的东西 就是朴素的 这个事归谁负责 好 是归你负责吗 签字上墙 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谁负责多少目标 上墙 这是最简单的 把一些普通的重要的事情做到极致 它可能没有那么炫 但要把它做到极致 我们给大家几个建议 这是我给的建议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立会日报 早晨开立会做什么 好不好 我给大家三个建议 早晨开立会做什么 三件事 宣讲目标 立会日报 早晨要宣讲目标 早晨开会不要讲一些道理 记住这一点 早上开会不要讲道理 早上开会就讲当日目标 可以讲一讲昨天的优秀案例 但不要讲太多的道理 更不要打太多的鸡血 更重要的是讲目标 其次呢 我们每天要实时的更新进展 按照每个小时去更新进展 晚会复盘差距 比如说今天距离目标差多少 今天距离目标超出多少 差是差在哪了 大家记住这句话 差要讲差在哪了 不要讲因为什么差了 因为什么差了无效 我们在第四个模块 第三个模块会专门讲这个问题 晚会复盘差距 差要差在哪了 好要好在哪了 这个意思 所以早会不要直打鸡血 站着坐着无所谓 微信通话也行 不一定要非常有形式化 但要把目标讲清楚 每天早上必须提醒大家 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般多长时间 15到30分钟 首先讲清楚 他的目标是什么 其次问一问 他知不知道怎么能达到今天的目标 我们公司就这俩问题 首先你知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其次你知不知道怎么完成今天的目标 这两件事解决了 就OK了 讲目标的时候 更多的是跟员工讲清楚 你要怎么利用手里的资源 把今天的目标完成 区别是什么 咱们在第三个模块会讲 那个是追进展的时候会讲的 然后目标有了之后 怎么完成目标 是第二个模块会讲的 那个叫做计划 管理者要有做计划的能力 这是历会日报的三件事 早会讲目标 白天实时更新进展 晚会盘点差距 早会可以批评和讲法吗 早会可以讲尽量不批评 一大早上就批评 其实不太好 能懂了吧 尽量不在会上批评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尽量不在会上批评 除非是特别严重的 那就通告一下就行了 早会奖励为主 这个奖励说的是表扬为主 因为白天早晨很重要 书面绩效 这是第二件事 刚刚讲的叫立会日报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书面绩效 怎么让团队知道 让员工知道团队目标 再看一下 年度目标要签约 就是你今年要完成多少 你要知道 早早签约 年度目标要上墙 年度目标要盘点 年度目标签约的意思是 今年二月份要把全年的绩效目标签清楚 打A 100万 打B 80万 打C 60万 OK 你自己签你的目标 你是选A还是选B还是选C 然后对应的给你做相应的绩效奖励 这个是我们在第五个模式会讲的 第二个叫年度目标上墙 最好是能上墙 第三个是盘点 盘点就是每周每月都要问问员工 你知道你现在距离年的目标还差多少吗 你知道你怎么样弥补这个差距吗 这个意思 好 两件事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块我过得稍微的慢一点 我把这个动画给取消 早会 和这个书面绩效 来看一下 例会日报的三件事 讲目标 更新进展 复盘差距 书面绩效 上墙 签约 盘点 这些都是很务实 很基础的动作 管理上不需要有那么多创新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节课的第三个知识点 通过团队目标实现个人目标 通过团队目标实现个人目标 这一块其实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要让员工清楚 团队的业绩和自己的业绩是直接相关的 就这么一个问题 团队的业绩和自己的业绩是直接相关的 否则没有人关心团队了 否则每个人都只为自己干 又有人问这个问题了 员工的年度目标不好定 请问怎么定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定目标的时候 专门讲过 定目标两件事 第一件事定目标要取决于必要性 你想要什么 员工想要一千万还是想要一百万 这个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 每个人都不一样 只有他自己想不想要 其次他有没有资源 他是随便定的还是有理有据的 两件事 第一个是他想不想要 这叫必要性 第二个他有相应的资源 定目标跟我们第二个模块 有很多内容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大家别着急 我们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来自于一家互联网公司 这家公司叫拉钩网 有人听过拉钩网吗 1415年的时候 拉钩网跑得非常快 这是一家专门做互联网招聘的网站 专门给工程师做的网站 后来被51job收购了 就是前程无忧 这个网站收购了 所以没人去思考组织的问题 其实就是管理的问题 但是到了1617年 徐丹丹说 当外界以为拉钩网 因为市场竞争遇到问题时 他意识到 其实是内部管理出了问题 大家看看 当外界以为拉钩网 因为市场竞争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意识到 其实是内部管理出了问题 办公室里肉眼可见的是 200人的团队 和创业时期的小团队不一样了 不是每个员工 都有早期那样的创业精神 员工开始表达 对晋升通道的关注 希望有晋升标准 大家看看 看看这句话 员工开始关注个人目标了吧 对不对 开始关注个人得失了吧 公司越大 员工越关注个人得失 所以很多公司是这样的 发展着发展着发展着 利润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组织成本越来越高 组织成本越来越高的关键 就是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 不统一的越来越严重 大家能懂吗 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 分裂的越来越严重 组织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因为每个人当他想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都会问一个问题 这个事跟我有关系吗 我为什么要做呀 给我更多的好处吗 能理解了吧 这就是原因 这个向心力 其实本质上是因为 员工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 没有统一起来 招聘员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进来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员工 员工也不知道 反正就觉得差不多就来了 所以开始出现一种问题 我凭什么要干的更多 他怎么没干呢 我为什么要加班啊 对不对 为什么他有奖金 我没有奖金 就是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 每个人都更关注个人目标 组织目标开始被放在一边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讲叫持续统一 动态平衡 这是真正的管理能力 主动加班的人变少 客户对产品的抱怨开始增加 公司依然在关心打胜仗 但是员工开始讲 对我有什么好处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了 所以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想把一个团队管好 你的团队要有更多这样的人 要有更多什么样的人呢 对公司有好处 我就会有好处 对我有好处 就是对公司有好处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 对公司有好处 就是对我有好处 因为他把利益能绑在一起了 对我有好处 就是对公司有好处 因为公司和个人的利益 是绑在一起的嘛 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要多想想 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 有什么直接关联吗 在华为 在华为就是四个字 大家知道吗 在华为就是四个字 叫多劳多德 多劳多德 实际上就是 员工的实际工作和团队的绩效激励 重合度非常高 能懂吗 员工的实际工作和团队的绩效激励 重合度非常高 我的实际成果和我的评价体系 是非常密切关联的 我今天面试的一个人 我问他为什么离职 他就讲公司发展很快 后来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经常发现销售人员 销售人员公司给的资源完全不平均 也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给 什么时候不给 然后有的部门给的多 有的部门给的少 然后出现了很多问题 就是自己经常摸不到门道 自己也想晋升 但是一直被忽略就想离职了 当然这可能是一面之词 但大部分员工就是这样的 他开始感受到一件事 自己努力工作换不来实际成果 或者有很多实际成果 自己不知道怎么能得到 就这个意思 当这两个东西重合度越高的时候 干劲越大 重合度越低 干劲越小 同学们 看看我整个给大家画了几个圈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就叫干劲 干劲就是从这来的 叫多劳多德 所以我们怎么激励下属挑战高目标呢 给大家再说一下 怎么让下属更有干劲呢 四个层次 咱们在开年直播课讲过 一定有同学也听过这一块 咱们再重新复习一下 首先帮助下属明确 真正的个人目标 这是第一个层次 让下属清楚 他真正的个人目标是什么 七次 根据他的个人目标倒推 他需要完成哪些工作目标 第三个 帮助下属找到完成工作目标的信心 其实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模块讲的 让下属有能力知道怎么完成目标 让下属知道怎么完成目标 第四个层次 提升下属在完成工作目标时的质量 就是他的工作效率要高 他的工作熟练程度要高 这样的话下属就会有干劲 就这个意思 他就会通过组织目标 找到实现个人目标的成就感 有同学说今天的网络有点卡是吧 那我们今天回头彻底的去检查一下 给大家先报个歉 这个确实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事情 因为最近网络都很稳定 我们先正常往下讲 毕竟这个是有回放的 IBM在当年是做了这么一个政策 大家可以看一下 IBM公司有这么一个百分百俱乐部 这个是可以学习的 每年初 IBM都会根据每位销售员工的经验能力 和销售领域 以及上一年的业绩 制定每个人的销售目标 制定每个人的销售目标 这项销售目标 可以让大约70% 努力工作 按照计划做事的员工就能完成 或者超过完成 所以呀 IBM的员工总是有很好的这个成就感 然后这些员工呢 完成目标之后 他们会有假期和奖金 而且晋升为百分百俱乐部的预员 颁发一枚徽章 在下一年度 他们会佩戴这枚徽章 接受领导和同事的表扬 这个也是IBM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管理销售团的一个政策 推荐大家去模仿 推荐大家去模仿 最后呢 我们再和大家讲一件事 就是让员工在长期目标上坚定统一 就是员工要相信公司的未来 我们前面讲了 要知道员工心里想要什么 要让员工知道组织目标是什么 今天呢 我们还要让员工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他要对公司的未来有信心 我讲一个案例 大家看看 一个好公司是怎么做的 这个案例一定会启发到你 这个案例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个案例 商鞅变法 现在大家认真看一下这个案例 给大家15秒钟 大家看一下这段话 商鞅变法中的案例 同学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案例呢 内容是秦国发展晚 就是春秋战国嘛 秦国最后是统一了六国 秦国发展晚 土地多 山东六国的土地不够 人口多 秦国是地少 地多人少 山东六国是人人多地少 商鞅呢 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 因为古代的人呢 有地重就不错了 有吃的 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呢 就分给他们土地 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兵役 三代人是多少年 大家算一下 三代人是多少年 同学们可以回复我一下 三代人是多少年 咱们整个这个讲呢 叫长期坚定统一 三代人 六十年 让他们在六十年之内安心种田 咱们现在的房产 是多少年 啊 房产的所有权是多少年 买房子 房子是多少年 大部分 普通的住宅都是七十年吧 对不对 七十年产权吧 哎 我们现在听一下 咱们现在跟商鞅 进步大吗 是不是一样啊 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吧 买一个房 七十年归你 让你安心住着 安心住七十年 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 打仗参军由原来的老秦国人承担 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 山都六国的人 让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 打仗靠什么呢 靠军队 军队靠什么呢 靠粮草 所以真正牛的国家是粮草丰配 不是什么战术 是粮草 诸葛亮当年打司马懿打不下来 最要命的就是粮草不够 从蜀国往关中地区运粮食 首先是运不好运 其次粮食不够 就这个问题 所以秦国呀 当年做了这么一件事 大家看看 这个是不是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 长期坚定统一啊 理解了吗 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 长期坚定统一 秦国给这些老百姓的原因是 我要让你在这种地种六七十年 老百姓想六七十年 能够安心种地就行了 然后秦国的目标是粮食 老百姓的目标也是粮食 对吧 因为一个粮食 两边人各取所需 国家需要军队 老百姓需要活着 所以秦国当年呀 商鞅变法 为什么富起来 是靠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 共产党打国民党 红军打国军 就靠土改 土改是真正非常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 不是打仗 是土改 土改就是把土地给老百姓 当然这件事很多同学肯定知道啊 我们今天从管理上讲了一件事 叫长期目标坚定统一 理解了吧 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长期统一 其实我们在管理团队的这个过程中 还差得很远了 对都得到自己想要的 这段话我们就不多讲了 这个是优衣库讲的 无论是一个人有多优秀 最终也会发现 团队的力量是更大的 大家要紧密在一起 朝着共同目标奋斗 忍受分歧 各取所需 还有一句话叫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 最后呢 我们和大家再重复一下 重复一下 整个的这个管理目标的这个过程 如何管理工作目标 我们再和大家重复一下 穿起来 同学们一起来理解 系统的来理解一下 我们日常管理 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应该追求什么 是这样的 我们再重复理解一下 系统理解一下 首先追求的是 让员工时刻都清楚工作目标 所以你接下来的管理可以有这么一点 见到员工就问 你这个月的业绩目标是多少啊 今天打了多少啊 还差多少啊 这么问 让员工时刻清楚工作目标 这是第一个追求 日常管理 必须要明确这件事 包括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 包括时间线 第二点 让员工时刻清楚成果标准 他不仅知道完成的目标是多少 他还能知道完成的标准是什么 这就是质量了 要把质量讲清楚 第三个 帮助员工及时解决问题 能够发现 因为你的目标管理做得好 你就能发现员工哪有问题 发现员工是不是 完成目标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管理目标才能发现问题 而且能发现真正的问题 第四点 让员工最大程度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的关键是管理自己的目标 这是第一个前提 大家能懂了吗 自我管理的关键是目标管理 所以我们做管理是为了让员工最大程度实现自我管理 让员工最大程度实现这种积极性 明白了吧 因为管理是成本 我们每天多操一点心 都会花掉很多成本 大家应该把时间花在招聘更多的人上 而不是反复管理招来的人 这就是区别 所以好的公司总是扩张很快 因为它的内部管理是很有体系的 不好的公司永远是那三五个人 总也整不明白 是这样吧 最后呢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做好管理的终极追求是最大程度弱化管理 不是强化管理 是弱化管理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完了 我再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金方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肯定也是大家的共性问题 员工的长期目标是离开组织该怎么统计 太好了 如果你能知道一个员工的长期目标是离开一个组织 那你就可以马上做候选人了嘛 怕的是你不知道 他突然走了 你傻了 是不是 你没有一个互相的共识 所以跟员工讲清楚嘛 如果你真的认为三年以后一定要走了 那我早一点做备选吧 大部分公司都是把接班人当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之前的直播课讲过一个吧 上司的职责是什么呢 第四条 上司的职责是 选拔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这是每一个人晋升的前提 每一个人晋升的前提都是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多多招人会让现有的某些员工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公司招人是想替代自己 你要知道当你的公司完成一千万销售额的时候 公司有十个人 你招人会觉得替代自己 当你要求完成一个亿的时候 那十个人都会告诉你 老板赶紧招人啊 干不动啊 你不讲经营目标只是随便招人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结果 因为大家为了一千万 从十个人变成了一百个人还是一千万 但是如果你把目标调成了一个亿 大家就会说老板赶紧招人啊 根本不够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客户训练哈 第一步 根据本月团队目标 写出每个成员在本月的个人目标 根据本月的团队目标写出每个成员在本月的个人目标 第二步 将每个成员的个人目标发送给他本人确认 第三步 向直属上级汇报 团队全体成员本月目标已明确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我们今天的训练 大家看看这个训练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在这我要提醒同学们一句话 就是第一步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 我们前一节课学过了经营型目标和管理型目标 你肯定已经有一定的 肯定已经有一定的理解了 然后我们下一个模块会专门告诉你怎么做工作计划 所以你先知道 员工的个人目标要明确 而不是怎么明确 先知道要明确这件事就很重要 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 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 我们理解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一个过程 不要所有的时间 不要每时每刻都求圣洁 听到了吗 不要每时每刻都求圣洁 没有必要 有些事知道要理解什么 至少要理解什么就行了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理解三条 第一条 要全面的理解员工的个人目标 不要片面的理解 第二条 要让员工知道团队目标 第三条 要学会通过团队目标实现个人目标 就这个意思 好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咱们整个的团队管理五步法 第一个模块定目标就结束了 第一个模块定目标就结束了 我们第二个模块讲怎么配资源 怎么使用资源 怎么做计划 这个是3月17号 3月17号开班 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明天是练习 后天是直播答疑 然后可以休息一周 好好消化一下 然后我们正式进入第二个模块的学习 如何制定工作计划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了 咱们后天的直播课见 各位晚安